请一看一下我们的下边一组 就是我们的第90组叫杂吉 所以杂吉呢 是把一些呢 八千里边的单词 不能整合在口诀里 或整合成一组一组的词呢 单个列出来 对不对 像今天叫scan 叫扫描 是不是 今天词呢 大家不陌生的 叫scanner 扫描仪吗 是吧 那么如果你真的不会写的话 叫蛇可以看 可以可能做到的事情 我说过 这个S就条弯弯曲曲恶心的蛇 蛇能做到的是 搜蛇扫描猎猎物 叫scanner 对不对 扫描仪 stem的词呢 表达的是刺穿 这个刺穿呢 比较不好呗 但我觉得很好的 你把叠过来 像不像蝙蝠呢 而且还是一堆蝙蝠 对不对 倒过来看它 变来倒去 对吧 所以在这一刻 就非常好呗了 所以bat表示蝙蝠 我们知道 有很多叫吸血蝙蝠 它的牙齿非常坚立 把你的脖子刺穿 所以bat表示的声 叫做蝙蝠 而stem表示刺穿 而刺穿在前面 还给大家讲过一单词 你记不记得 叫做pears 好 这个词呢 本来也不好背 但是呢 你把它拆拆背 本领我们的熟悉的 我说 君子信非易也 而善假如也 对不对 熟悉的部分 给它拆成三个 两个部分 pears呢 表示了一片片的 花 R想成一朵花 对不对 那大家知道 把你手给扎穿 刺穿 所以呢pears 就是它了 叫真刺疗法 是不是 叫pears 好 那咱们看 现名单词呢 叫做boach 对不对 它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是 因工作笨拙 而把东西弄坏 叫boach 它的发音 像不像boach boach boach 它叫一个人呢 把自己吃得特别胖 对不对 这次呢 就会显得比较笨拙 你看老美呢 她的手就特别的笨拙 对不对 叫boach boach 所以你看 老美在做手术的时候 那么一般来说 她都不使用 很少拿手来缝你 对不对 这次呢 你会发现呢 在美国呢 什么医生特别著名 像华人医生 当时呢 我记得在美国 我一个朋友呢 去生小孩 一个叫詹九成的 一个华人医生 他呢 被称之为绣花手 他呢 做pop 斩手术的时候呢 那小手 啪啦啪啦啪啦啪一缝 对不对 这就非常不错了 其实呢 大家知道 后来我看我那朋友的伤口 也并不怎么好看 中国的很多医生 可以都实现这样的东西 但是因为 为什么他会当地那么著名呢 因为跟老外比起来 中国这个小手 那就是绣花手 是不是 在美国呢 那你一发现 但凡呢 手工好的衣服 全都是made in China的 叫中国制造 中国人的手 还是比较 比较灵巧的 你看莉莉的手 就比较灵巧 看起来是吧 其实呢 一点也不灵巧 叫bouch 表示的是 因工作笨拙 而把东西弄坏 下面它叫epoch 对不对 叫epoch 它表示的是时代 这台CG怎么办呢 可以这样 可以看它翻译 epoch 对不对 一炮 刻下新时代 epoch 你看共产党 打响了第一枪 对不对 一炮刻下一个新的时代来临 叫epoch 一炮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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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新年代词叫做 Arenous 它表示什么呢 它表示繁重的 好 劳动 这次我觉得也挺好背的 你看前面长这个one 对不对 后面呢 像不像弱死 要死 好 你看一个人累得要死 叫做Arenous 表示的是繁重的劳动 苛刻的劳动 一个人累得要死 Arenous 你可以这么背 猜成 两个部分 就好背很多 是不是叫做Arenous 好 叫繁重的 笨重的 好 其实呢 大家知道 有个单词叫做hard 你还认识吗 对不对 它表示了需要费力 努力去完成的 所以单词叫做others 对不对 它表示什么呢 你看 前面就是呢 因你受发的影响 而去出现了脱落的现象 后面上 UOUS 比较多 对不对 需要花很多努力去做的事情 谁能表示的是 叫做勤奋的 叫others 叫勤奋的 也是呢 来自于我们说到hard的这种感觉 那么繁重的感觉 新名单词叫做clock 对不对 clock呢 表达的是大外套 看到大外套 叫clock 对不对 这个大外套 大披肩 大披风的衣服 叫clock 对不对 那么大家看一下 clock呢 表示什么呢 叫青蛙的八名声 你看它俩插个什么呢 就插一朵小花 对不对 而clock这词 它是个什么词呢 它是个女声词 来自于呢 青蛙的叫声 叫clock 对不对 叫义声词 clock 你看青蛙怎么叫 呱呱叫 clock 对不对 叫呱呱的叫clock 对不对 这是呢 青蛙的八名声 叫clock 那这词呢 其实呢 挺好背的 那么大家知道 青蛙的声音怎么叫 而在希腊的声音话中呢 我跟大家讲过了 青蛙也不是什么好鸟 对不对 你可以发现 青蛙呢 是叫做 当时呢 是我给大家在前面来讲过 给大家说一遍吧 好因为讲到一个小片段 所以还给大家复习一遍吧 当时青蛙呢 是阿波罗呢 当时阿波罗呢 是阿波罗是宙斯跟拉托纳所生的小孩 所以呢 在宙斯不在家的时候呢 那么 就天后赫拉呢 扒阿波罗到人间去收苦 当时阿波罗走到一个池塘的时候 想要喝点水 那么在河塘边呢 有一些呢 有池塘边有一些人 东家常理家的晚说的闲言话 对不对 于是呢 阿波罗呢 想喝这个水 所以他准备去喝水的时候 这些人呢 跳到河塘里边 把水踩得浑浊了 这样阿波罗就没有喝到水 后来 阿波罗被宙斯接回奥林匹斯山的时候 当时呢 阿波罗呢 讲了自己的记忆 他怕很生气 不开一遍 看到这些人还在那边 东家常理家端 一时一回首 把他们变成了青蛙 那么青蛙呢 不停地咯嚓咯嚓咯的 蛙鸣声 不停地去叫 蛙蛙蛙的 在说着东家常理家端 久而久自己的词也作为动词讲叫抱怨 为什么呢 因为 抱怨自己的人生啊 抱怨各种东西 大家知道这个社会呢 是不同情弱者的 你抱怨也是没有用的 叫成功者寻找方法 失败者寻找借口 如果你不断地抱怨 注定呢 你是个失败者 而不会是个成功者 所以呢 Clock Frog 放在一起 对不对 那么它叫青蛙蛙 蛙鸣虫中 对不对 看到了 而呢 一个大外套 套在自己的胳膊外边 叫Clock 对不对 披风外套 放到一起 对 这一组词呢 你没发现 它不属于任何一个 也不属于拆分法 也不属于形容法 单纯的形容法 所以被我起个名叫杂吉 因为为了保证 我的八千单词 可以cover所有的八千词汇 托付的词汇 所以呢 我把它们整合在一组了 好了 这一组单词 给大家说到这里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 哦 还有个词 下面的单词呢 看一下我们下面的单词叫做 Devote 对不对 Devote表示献给贡献 好 这两个是差了一点点 这张词表什么叫前程 前程对不对 所以呢 Devote表示献给贡献 Devote to 好 Doing something 献给贡献某件事情 好 那么前程呢 也表示的是Devote 放到一起呗 咱们很像 我把自己献给了神 对不对 我是个非常前程的人 叫Devote 好 像立即这次呢 专门去呢 去呢 纽约呢 见到了我的最好的一个朋友 好 那么 我们两个呢 一起去吃 他呢 为了为了走进犹太人的圈子 好 已经呢 学了五年的犹太语 好 西伯来语 好 所以现在终于走进了犹太人的圈子 成为了美国最聪明的一个群体 进入了上流社会 好 也是呢 实际上最顶级的最著名的犹太人 他都是认识的 当时我们去吃牛太人的 犹太人的那个牛肉 叫做牛排的时候 吃的牛排真的很好吃 好 大家知道 非常虔诚 这个在吃之前呢 用西伯来语祈祷 我也跟着去祈祷了半天 先要洗自己的手 然后洗两遍 不准用手洗 用水呢 倒在自己的胳膊上 冲一遍 拿这壶水呢 倒在自己的胳膊上 再冲一遍 对不对 然后再冲一遍 再冲一遍 对不对 顺十八丑洗完了 然后呢 去吃那个鲜美的牛肉 那么整个呢 犹太人呢 是不吃不反鲁的动物的 因为反鲁 有个种反式的过程 而犹太人吃的牛肉呢 犹太人只是善良的动物 比如说 你问他这种善良的动物 邪恶动物他就不吃的 因为善良的动物 可以让你更加善良一些 我觉得很奇怪 人家动物别来 又善良 对不对 你还把一个善良的吃掉 这个很奇怪 但是呢 整个的那个叫做 犹太人吃的牛肉呢 和美国平时地区 现在牛肉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 美国人呢 平时那些牛呢 是奠基死掉的 而犹太人的牛呢 一般来说是先呢 给他进行祈祷 之后呢 用刀来杀死他 而且是快速杀死 让他没有痛苦 生前没有痛苦 肉味自然鲜美 对不对 而犹太人是不吃血的 认为血是不洁净的 于是呢 是在西亚萨这个牛肉以后呢 把这个牛的 所有的血全部控尽 所以他的牛海 异常的鲜美 当时呢 列列宁一人就吃了 将近两磅的牛肉 你要知道两磅哦 那就是一斤八两 我煮熟以后一斤八两 不叫煎熟以后 一斤八两 你知道有多大 对不对 吃了我 万念俱灰 不是说了 叫虔诚的 是不是 Devote to doing 叫Devote前程